各位茶友好,我是玉秀哥茶餐的老王 今天呢,咱们接着来跟大家这个一起品鉴这个大炒明茶 前段时间有茶友啊,给老王寄来了这个古寨春的这个麻黑 那他实际上是给老王寄了一个饼茶的一部分 还有这么几个小的这种我们叫做龙珠,龙珠茶 那今天呢,咱们就借着这个茶友的光啊 一边给大家品鉴这个古寨春的麻黑的这个龙珠 一边跟大家来聊聊麻黑的这个茶的一些事 那么一提到麻黑大家都会想到义武茶 那过去来说呢,麻黑应该算是义武茶中出名比较早的茶 这两年呢,这义武茶中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地方的这个名寨的茶 就兴起了,义武的这个里头麻黑似乎有点小小的陨落 但正因为这点呢,老王反而觉得麻黑茶现在它的价格呢 趋于稳定,算是一个有一定性价比的义武的这么一个高端茶了 跟现在比较热捧的这个这个薄荷糖挂风债比较起来 它的价格还是有性价比的 那么今天呢,咱们来喝的这个呢 实际上,在这老王也说就是完全没有给没有给大家做广告的意思啊 这个是茶友寄过来的,那老王之前也确实没有喝过这款茶 那咱们来尝尝,那这款所谓的麻黑茶它的这个特点是怎么样的 这个滋味如何 呃,这里有一个呢,就是老王打开的 那这里打开了一个,这里还有两粒啊 那包装是这个样子的 用这种锡箔纸包的这种龙猪 呃,打开之后呢 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老王这里看的比较清楚 打开之后看它这个茶的液底来看啊 还是十分有油性的 而且是显豪的 液体呢,也比较肥壮 呃,闻起来呢,有一种淡淡的这个果香味 那大家都知道麻黑实际上它比较有名的是这种就是花蜜香 我们也叫焦糖香,蜜糖香 呃,这个干茶的时候它的香味会略跟这个不一样 但闻起来这个是呃,也非常不错 感觉这个料子呢,从第一视觉上来看呢,还是可以的 那手感捏一捏,觉得这个龙猪捏得也很紧啊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品鉴啊,泡一下这个茶,看看怎么样 那我们呃,来品鉴泡一下这个茶啊 这个,现在这个茶啊,它这个单丸的这个重量说是8克 那我们就一泡就用这一丸 首先我们先来洗茶哈 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麻黑啊,实际上呢,在08年开始的时候呢,应该是开始出名了 那么当时呢,这个很多的朋友当时对这个义武茶可能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比较有名气呢,就是这个麻黑 那实际上这个麻黑茶呢,它是这个呃,属于这个义武乡的东北边啊,它东北边呃,它这个东边临近老挝 这个据说这个麻黑的名字呀,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有这么一个传说,不知道是真是假啊 说是指这个,当时从老挝,茶马古古道啊,这个从老挝到这个义武,呃,早上一起床就开始走,刚好走到麻黑这个地方,过去叫做大路边 这个麻黑这个地方,它正好天就擦黑了,所以大家就麻黑麻黑的这么叫了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老挝没有考证过这个说法啊,那不一定是这个很科学的 那我们来,嗯,呃,这个,这个,洗过茶之后,这个,盖碗当中的这个蜜香就很明显了啊 虽然这个茶还没有完全被泡开啊,老挝还挺期待,觉得这个茶应该,应该是质量不错啊 我们其实品质一个茶,基本两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说,首先他,这个,是否好喝,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作为普通人来说,也可以判断,他是否好喝,不一定是需要一个老茶客的 第二个呢,我们要判断,就是说,他是不是跟他说的这个,呃,这个茶的名字,或者是产地的特征是符合的 啊,因为有一些,早期大家也知道,有一些,这个产地的茶,虽然很好喝,但是因为他没名气 所以他就会挂着别人的名气来,来去卖这个茶,也没关系 我们如果碰到这种茶呢,他只要好喝,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作为品鉴来说,我们一定要,要说清楚,他是不是有当地这种特色啊 那,刚才老王洗了一泡茶,这算是第一泡 呃,这个,这个茶应该是19年20年的茶啊,相对于来说 呃,只有一两年的这个转化时间 那么现在来看,他比较,汤色比较浅啊 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目前他这个龙珠还没有被完全泡开啊 还没有被完全泡开 呃,这里让老王又想起那个八八方砖啊 很多茶有幽哀幽恨啊 就是八八方砖压得太紧了 每次喝的时候啊,前面都要泡很久 嗯 这个第一泡呢,比较淡 但总体来说,入口呢,还是比较柔顺的啊 没有什么苦涩,明显的苦涩 呃,很有这个义武茶的这种特征 但他的香气呢,并没有被发挥出来 老王没有在这,第一泡当中喝到这个香气哈 好 闻一下这个,风杯盖地 嗯,这个香气有一点点这个,所谓的蜜香啊 我们也叫这个花蜜香 呃,其实很多的茶友都说这个义武的茶啊 他的这个香型过于复杂啊 很,很,很多,柔杂的一起 那麻黑的地方呢,他还是以这个焦糖香啊 也有人管这个叫蜜香啊 为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其实喜欢香气的朋友会很喜欢这个地方的茶的 那这个是我们喝到第五泡啊 第五泡 前几泡呢,这个老王觉得这个味道有些淡啊 这个滋味有些淡 呃,咱们边喝边聊啊 这个有茶友,其实可能也会发现 如果大家去过这个麻黑这个地方 大家会发现好像落水洞啊 在行政区域上来说属于麻黑,麻黑村啊 那这个,大家就问这个落水洞跟麻黑的这个口感很接近 呃,很接近吗?一样吗? 其实老王自己的体会还是有区别的啊 下一次给大家再这个找来一个落水洞的茶 大家来这个体会一下 首先呢,我觉得落水洞的茶呢 它属于这种,呃,入口这个属于甘甜清烈性啊 有一点像喝泉水的感觉 而且比较的轻快灵动 它的香味呢,也更像花香一些 呃,这个麻黑的这个这个这个味道呢 相对来说它绵柔一些 香型的也是以这个焦糖香啊 蜜香为主 那它可能更有一些山蕴一些 啊,所以它感觉起来跟落水洞比较起来 它厚重一些 属于那种,呃,更有山场气息啊 我们叫山场气息 那从产地来说呢 呃,麻黑跟落水洞虽然属于挨着的啊 在一起 但是落水洞的这个海拔要比麻黑要高 呃,这个 而且这个,呃,据说距离仅仅仅一条街就被隔开了啊 呃,所以它这个滋味 这场来说呢,有有香蕉接近的地方啊 也有也有有差别的地方 那就今天这个茶呢,咱们喝到第五泡 咱们来再尝尝啊 前面,因为老王觉得味道确实有的淡 嗯 至少呢,从这点来说,老王觉得就是今天这款龙珠啊 来看 包括它叶底来看的 就是它应该还是麻黑的料啊 但是呢,它可能树林的比较的小一些 所以相对来说,它滋味就单薄了非常的多 麻黑这个地方实际上也是分这个古树茶和小树茶的啊 因为这个后面又蓄重了很多 所以会有一些小树茶 而且麻黑的所谓的古树茶 据说在一百年前啊,都做过去顶 这茶数就不会很高了 就比较矮一些 所以实际上呢,大家这个如果在市面上去选购麻黑的时候也要注意 这个先尝一下,这个是麻黑的古树茶呢 还是麻黑的小树茶 还是掺在一起,古树偏多还是小树偏多 这个根据大家的口味来定